我們先看看那個人 這個人周圍去探靈 我講一講他做過什麼 好不好 他調查過6000宗不同的靈異事件 他在不同的電視節目 或者有些MTV都幫人去做過事情 他有一個靈異調查的組織 他是一個靈異調查組織裡面的CEO 他經常都會調查究竟哪裡有些魔鬼 有些靈異事件 但是他自己是救不到自己的 他最後去調查那件事 就是有個女生 在剛才說的Janet Pui 就被人被魔鬼搞 然後他調查之後 他整天就跟他爸爸說 說被人抓去一些心淵 跟他爸爸說 然後他就死了 很多人說他可能有什麼問題 不開心 或者他家人就說他出去了 而經常都出去調查 就不在家 就是種種的事情 加上一些警察 印度那些就說他是自殺的 他說這件事是自殺 但是他爸爸就不太相信 那確實表面證供是自殺的 你又看到頸子又有黑色痕 然後又找到繩子 但是所有事情都覺得不像是這麼簡單的 你剛才說 那你認識這麼多人 為什麼不找人驅鬼 對 這是很大的言論 逐邪逐遙遙 原來是這樣的 印度是什麼教的 很多 印度跟印度教 有很多 有些有拜執婆 有些有拜不同的東西 他自己有一些宗教色彩 其實佛教也是在印度那邊來的 是嗎 是的 因為印度貧富懸殊差距很大 因為我以前的朋友是印度人 在我公司旁邊那個 如果你說在印度 比較沒有發展的地區 那些師傅是什麼呢 有一些叫做Guru的一種人 那他呢 你當是一些我們的師傅 那樣 你有鬼就會帶他去區 那他應該是那裡 宗教裡面的一些 族長啊領袖那些 那最多人撞鬼是什麼呢 最多人撞鬼就是 印度其實是女人多撞鬼 比男人多 為什麼呢 會不會是男人撞鬼 不敢說 女人 因為他們是男權主義的地方 對嗎 很明顯 對 會不會是 不好意思說被人撞鬼 沒有是社會男權主義 對 媽媽都很大權力 在家裡 但是媽媽有時候聽爸爸說的 但是兒子又變了受媽媽的控制 很奇怪 你看多人道片就會不明白 就是那些衝突 他們農村 農村 或者沒有那麼發達的地方的時候 通常老公就會帶他老婆去區區 明白 就找剛才那些師傅去區區 師傅通常就在廟裡 幫他們安排很多儀式 其中一個儀式呢 就是拍打 然後就拍打去趕走那隻鬼 跟我們一模一樣 會是在 他會捉那個鬼 或者那個魔鬼出來 跟他談判 我看了一段資料 即是令到他現身 談判 這個就是死的 其實那條狠這麼小 都吊死自己 為什麼那條狠會在後面深色一點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你看 你吊頸不是應該前面深色一點嗎 我也覺得奇怪 對 像是 沒有理由那麼深色 像是 那些落刃 即是那些燒過的痕跡 多於是量頸 不知道 很奇怪 但很多印度都在討論 對 這個人經常拍到鬼想 這個人 那時候推鬼的時候 就叫師傅出來談判 出來談判 很多人曾經評擊過 就是說 那些老公經常都 說老婆撞鬼 發脾氣 說撞鬼 然後那個女人就被那些 師傅 有時會鞭打 拍打 那些人曾經 這班人有報導過這件事 有個女人 她突然之間 就不說話 不說話 即是變成性格 是 生不了兒子 即是怎樣 平時生不了兒子 生不了兒子 他們不是看醫生 就去看師傅 不育 是看師傅 就去找那些人去看 師傅說搞了一晚 然後就說 那隻鬼就肯跟她說 她是那些黑暗的力量的鬼魂 然後就跟她說話 說完就真的驅走那隻鬼 在廟裡 然後那個女人說話 說話 有沒有說回本身的經歷是怎樣 沒有的 忘記了 然後就 生得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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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不得兒子 應該真的到說 催嶺到 對 什麼叫本身生不得兒子 本身是讀十九幾年醫嗎 我覺得這個故事 你不是告訴我 到時候 突然間懷孕五個月 本身是沒有的 突然間懷孕了 這樣才是神奇 什麼叫本身生不了兒子 現在生得兒子 我覺得這件事 是還沒中的 你不要賴一隻鬼 大佬 是呀 夠不夠白 我呢 好朋友 問某某師傅 幫我看這個女生 怎麼樣 合不合 然後我說這個女生 養得好 不過好像 她十年都應該生不得兒子 看她近期 然後我就跟朋友說 正啊 十年不用戴肚 男人的角度 十年生不得兒子 這條女生 救得過 十年不用戴肚 老闆 但我想看看她 是不是都是這樣的角度 我不知道 我會跟進 她不戴肚 然後生不生得 我再跟師父說 師父 我跟朋友說 不戴肚十年 差不多 真的 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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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究竟有沒有一些事情 是解釋不到的呢 附近 是有的 曾經有一件事 她又到處調查過 是一個 2500個人口的一條村 是 那些鳥 是會突然死亡的 好像斯蒂芬京那些 是一堆還是幾隻 一堆 非常奇怪 總之 每天 到六點到九點半的晚上 所有鳥 很多隻鳥 一群群就會自己撞死自己 好像中降頭一樣 沒有人調查到為什麼 很多是theory theory 個個都中雪紛紛 但暫時未有科學家解釋到 究竟那個地方叫Jattinga的地方 Jattinga那裡 那些鳥會自己死 會不會因為天氣問題 或者磁場問題 跟你說的一模一樣 但沒有人 成立不到一個theory 怎樣去解釋 那些環境學家 應該出來說幾個東西 應該在這時候 不知道 真的 大字女 整群鳥 自己撞死自己 突然之間有些天空跌來死 但你有沒有印象 即是那些 好像那些 斯蒂芬京小說那些 有什麼印象 即是那些 雀鳥一起死 那些昆蟲突然飄出來 那些 好像是 接下來會有什麼大的災禍 會 只是那段時間 每天 對 六點半到九點 但那一陣子 沒有任何大型的天災人禍 這件事經常發生 沒有天災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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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天災人禍 雀鳥能飛走 怎麼會無緣無故 一堆在那裡死 那倒是 雀鳥 很害怕 小小事 即是是不是有事欺負牠 還是怎樣 都只是雀鳥 有沒有其他的動物 沒有沒有 沒有 我調查過很多事情 我慢慢說 有些不同的鬼故事出來 看看他去關哪一件事 會不會 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叫GP Block的地方 其中有一間屋 叫Murits的屋 那間屋是一個獨立一間舊屋 1930年 1930年 建成的 那間屋是一間荒廢的大宅 為什麼有鬼 不知道 以前是有些英國人住過 後來有些人買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 整家就搬走了 OK 搬走了沒有人住 那間屋 就成為一個鬼屋 剛才說GP Block的地方 那間鬼屋有什麼怪事呢 就是 跟香港有一宗鬼打麻將差不多 晚上有人會見到一個女人 有那間屋的照片 晚上有人會見到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就會站在一間屋的外面 然後就不動 好了 這個屋沒有人 為什麼有一個女人呢 那女人有時會站在屋頂上 其實你越來越見到屋頂上 有一個女人很害怕 那女人有時身邊 會有四個男人 坐在屋頂上陪她坐 好像喝東西一樣 有時會在下面 有張椅子 四個男人坐在那裡 但那間屋是沒有人住的 是 那麼有趣 究竟是什麼來的 是妖精還是什麼鬼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人拍到的鬼相 是不是 這個真的像是鬼 沒有石頭 石頭也不在那個位置 這是一個閘 你想想一下 怎麼阻礙別人出入 是 對 像是女人還是男人 女人 女人 對 眼沒有眼 還有長髮 還有長髮 我們有看一個人的 這個就是我說 雀鳥掉進去的地方 是不是很奇怪 這個就是他們驅鬼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些東西拍打你 就是這些人幫人驅鬼 這個男人不相信 就不讓人驅鬼 又沒有人看醫生 他形容為 negative 的力量 就是把他拉走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就真的不知道 講回其他調查的例子 還有一個比較奇幻的地方 就是一個沙灘 叫做Doomus的沙灘 Doomus的沙灘 日後是很正常的 但是 那些人說他為什麼這麼奇怪 他的沙是黑色的 這麼有趣 黑色的沙 當然科學解釋到 為什麼沙是黑色的 不過如果你用非科學法 去解釋的時候 他們就說 這裡以前 被詛咒 不是詛咒那麼簡單 是很多人用來消失 放屍 以及集體曾經死過很多人的地方 可能戰亂或者什麼時候 那你也是可能 某部分燒完之後變黑色的 你不可能射 太多了 有很多 很多 他說因為太多了 當時 在那裡燒 搞到沙蟲變黑色 就變不正常 用非科學解釋 那沙灘裡面 剛才Doomus的沙灘 有很多鬼魂出現 那些鬼魂出現的時候 有些時候會在海的方向 慢慢飄過來 就是 你看到很多能量球 很多鬼 晚上出現 曾經發生過幾件事 說有些遊客 有三個去沙灘玩 三個都不見了 完全不知道去哪裡 即是又不是浸到 又不是完全失去中 沒有人解釋 那你有時候晚上坐在沙灘裡 譬如兩個這樣談心 談談心的話 你會聽到旁邊有人在笑 然後左邊有人笑 右邊有人哭 又笑又哭 右邊很可憐 好恐怖 你說得對 你倆聊天 左邊有人笑 右邊有人哭 那怎麼辦呢 還有你想想 其實沙灘是一個很空曠的地方 你一看過去 已經看到沒有人 即是沒有什麼遮擋的地方 所以其實很肯定是聽到鬼聲 還有之前有人見過 又失蹤了 大家真的很害怕 這個被認為是最猛鬼的海灘 這些就是他們驅鬼的時候 為何這麼厲害的頭髮會向上 那他們會發一發一發 你見到他可能拿東西去拍攝你 都是用廣素的味道 都是用廣素的味道 那你有時候 說真的 如果你是比較有知識的人 你不會去這些驅鬼 會不會去哪裡 五星級酒店 在街上其實有很多危險的事情 對嗎 對 對 而且我覺得在街上好像做表演一樣 那我也曾經見過 在街區櫃的 真的嗎 在街上怎麼驅迫 停車場在外面 真的在大叫大叫 有一條 早幾年前 以前我們還在觀塘的時候 他在觀塘廣場旁邊 應該有一條人突然跳仔 那他媽媽就幫忙抓住他 然後有一個師傅的物體 即是那些肥肥的那些傻屌 然後走過去按住他 然後就在那裡 哇 又耍東西又羅符 又等等 那那個事主是怎樣的 在喊的嗎 被他按住了 喔喔喔 被他按住了 然後就不斷練符練習 然後有人拍下來 那麼瘋 為何要在街上這樣做這些事 你不是想出位嗎 對 我真的覺得是 你想想三七一轉那個 不然有人懶了 就有人報 師傅在街上做Rap 對不對 不過是以前廟街那些 有 師傅你幹什麼 為何躺下了 沒亂端 不要動 不要動 等我來 按兩按 拍一顆東西 一會就可以 醒來 有沒有事 然後有傢伙就跟他說 哇師傅真的很好 這些東西 幫我一點點事 不用介意 這是妹妹 我知道 以前經常有 說真的你要驅鬼 譬如我是師傅 你要驅鬼 他暈了 就行了 送他回壇裡 你想想在街上做 你都保障那個人有私隱 還有說真的 如果你任何師傅 你都會叫他去佛堂 那些力量會大一點 因為知道為何人在街上驅? 為什麼 你自己老千到壇都沒有 如果你有個鬥 你自己老千到壇都沒有 你有個壇就回到壇 不用在街上嗎 我想都不明白為何會在街上 是不是 等於人家在茶餐廳聊天 你以為他的公司也沒有 對呀 對呀 你有公司就帶你來聊 對呀 一餐廳一把子嗎 對呀 我待會回來再說其他貴故 好